Digia 會不會在Upper Class上出過? 我想 我應該還未可以有機會錄 但是也希望可以讓大家聽得到 我想 12 月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我 12 月就會開始考試 所以時間比較緊張 但是 12 月有很多聖誕節可以演唱 是不是也很忙 我想我希望可以全力應付考試 因為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大學考試 所以希望可以全力應付 什麼時候開始有考試? 暫時知道了日子 但是還未確認 會不會影響頒獎禮出席? 我想應該不會 因為頒獎禮我記得 其實都是這一段時間 但是還未是考試那一段 自己有沒有新上的大學? 是 好 這樣OK嗎? 大一點點? 好 我心儀的大學科目是怎樣? 我心儀的大學就現在讀到 非常之開心 就是理工大學 然後我正在讀的 科系是設計 時裝設計 那些學校有沒有升康? 那些學校有沒有升康? 我沒有參加 但是我聽同學說是參加了科的升康 但是我暫時沒有機會 希望可以有機會在學校高歌一曲 希望大家不要嫌棄 還有你演唱會的時候只舉行了一場 那你有沒有說第二場何時會再開 第二場我想最快都是在夏年 沒錯 但是未必有機會再在九展 那會在哪裏呢? 因為九展可能沒有期 還有遇上了考試的時間 那我想可能在會展? 會不會那時也會再加場? 大家想不想呢? 如果大家想的話 我希望自己加油 可以加場給大家看 前往網民拍到你雜誌的影片 你不知道18歲可以考車嗎? 什麼時候? 其實我也希望可以考車、學車 但是我想未必會自己開 因為我經常都在幻想一些情況 是有機會開到車的 例如被人追到哪裏的時候 剛好有輛車在路邊 我就可以開這輛車走 但是應該不是很好 可能是世界末日 但是應該不會世界末日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學開車 但是我應該自己不會開 例如有時候工作會工作到很累的時候 其實開車非常危險 所以大家都要謹記 這次頒獎禮都是那四個字 順其之言 這應該是我人生的宗旨 沒錯 我看你蓄積這些頒獎禮 原來沒有習慣 跟歌手沒有很熟 對,我比較內向 還有我不知道怎樣聊天 或者開話題比較好 所以我都有跟歌手朋友聊天 接下來會不會出新歌 接下來會不會出新歌 暫時應該還沒 但我都出了三首 希望大家會喜歡 嗯,好 好 知事,知事不是說 你的牙膏用到盡 但很節省 什麼歌用到盡 牙膏用到盡 其實我通常是 用到 快要用完的時候 就會被家人扔掉了 但是今次 我就是嘗試 可以叫他們不要扔掉 讓我用到盡才能扔掉 然後我終於如願了 其實他們一直都很接受我的意願 所以我以往都忘記提他們 今次終於忘記提 所以到我用盡的那一天 他們都還沒動 好,謝謝 很棒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